本文就是论事,不影射任何人,这间类似最近推出的一般节目《我就是演员》,就是想把好演员拉出来溜溜,期间有一场杜传和宋阳PK,两个硬派实力小声打泪,杜演曹P,宋阳曹直,合作了一把七个人, 演完了之后,导师吴秀波发言,问宋阳谁是斗谁是齐,一下把小伙子给问猛了,只能照自己的理解来说,我是斗,但想不到,吴秀波语出惊人,说宋阳理解法了,曹P才是斗,曹直,你是齐啊,此言一出,整个现场都猛圈了,真进了可怕的好几秒,没开始我叨叨令都晕菜,秀波导师宁可真斗, 其实齐波语,是不是曹直写的还存疑,大家都认为是罗冠中那老汉无中生有,这不是今天要说的重点,且绕过去,再者,曹P要杀曹时,会不会玩这么娱乐至死的梗,更应该存疑,简包吹三局两胜不是更爽快,这些都不深究, 只是说,这些历史事件还悬浮着呢,哪里会有深邃的吴老师,所想到的那么深刻的含义,现在就算曹P要杀曹直了,这可是自己同父同母的亲弟弟,也就算西部诗是曹直写的,是有好几个版本,我们请按节目里的版本抄出来,主动学做更,陆书以为之,其在府下人,都在府中起, 本次同根商,相信和太极,那是面商的意思,也很明白,曹直所要表达的意思,是战戴道的立场去写齐的坚迫,这当然指的是曹P过或甚至是无情,的迫害,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理解,只需要知道,谁是主动谁是被动就很清楚了,此时的曹直已经被逼到了死角,生死都操纵在哥哥的手里, 他怎么有能力把哥哥放在锅里煮,所以,都是伤不了其的,主动圈在其的一边,这正符合他们兄弟,当时的情境和心境,按吴秀波导师的思路,哥哥都已经在锅里去了,我就当弟弟还是想把你煮死,可我们是同根生的,为什么要这么自相残杀呢,我也太不是个东西了,曹直这么拧巴的思想,到底,是要表达什么呢? 至于吴秀波导师,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,是否是出自于当年的一场公案? 郭默若曾经有个金氏害索的观点,站在斗的一方面说,固然可以感觉到其的肩迫未免过火,如果站在其的一方面说,不又是负予牺牲精神的吗? 于是他还洋洋洒洒,写了一篇文章要论曹直,更有一首反其不诗,主斗轮斗其,斗书其成亏,书者席上针,回坐田中的,不为同根生,缘和甘自毁。 郭默若认为如果从齐的角度来思考,其是具有成全他人,牺牲自我的精神的,那要操持是这么想,他还用等操批来杀他,直接自杀不是更合理。 他认为,对于斗,其的肩迫是个火无情的,而对于其,这是富于牺牲精神的表现,其燃烧自己,是为了成全同根而生的斗子。 他身上有一种落空不是无情物,化,做春你更护花,得负现精神,牺牲精神,这是兄弟一场,互助有爱的生动血照样。 他反问曹指,煮豆子要将肚气燃烧成灰,豆子煮熟了,成了美味,让人享用与赞叹。 但是豆旗却被当成了肥料扔在了地里,两者本是同根绳,为何豆子却被人赞美,而豆旗却甘心自毁呢? 郭默若把哥哥残害弟弟比喻,成了哥哥留着内染自身的无私奉献,难道其在俯下气,让人目瞪口呆? 思维断裂,大风起习,反其不失,的骂声扶天盖地,光环嘴硬,说了一句,我做文章,不看历史黑白对错,只看人民本位, 杜迅先生也按捺不住,说了一句,那么难听的话,想知道得自己去查。 有人认为,粗看公司四季无常阳自我牺牲,戏却是一种以个人傲见,强加欲物的也不传心的种类共灭思想,这可真是诛心之论。 客观地说,郭沫若也许是一种换位思考的初衷吧,无朽波导师也许是这么想的,在本来宋阳还没有那么猛,现在他听了您的让他好好做功课的劝导,应该是实心猛啦。 难道要让宋阳摆出一副大无畏的超脱余生死之外的精神,豪赖的借着正首饰把曹丕讽刺一把,用眼角看着曹丕说,你不赶快把我杀了,我就在家把火煮,死你曹丕这豆子。 忽然想到,这首饰其实是两败智商的一个果,在欲望面前,每个人都被一双无形的命运之手在摆布,是这双手让曹丕成了锅里的斗, 也让曹丕成了俯下棋,同是曹哥,兄弟相残,这是人生的最黑之暗的悲凉处。